来孩子们我们今天张老师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灯呢叫五股丰灯 顾名思义这种灯笼它没有骨架 目前我们主要采用的这种土籍传承方式 我要针对各籍各类的学生作为受众来进行传承 这种灯叫走马灯 走马灯是在一千年以前的北宋时期 在我们脚下的这座城市被发明出来 文化的传播它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 它不是在我这一代就能够完成的 有可能是两代三代人的努力才能够完成 红色的纸拿出来就拿红色的纸 两条树的框架两条横的框架给它打上脚 我们在他们小的时候把我们这项记忆让他们了解和知道 当他们学有所成长大成人选择职业的时候 把汴京灯笼记忆成为他们职业选择中的一种可能 我长大想做一个房子样的灯笼 想设计五股灯笼 我想设计个华样的灯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